被迫买新家 买新家是很happy的事情 讲要被迫买新家 所以我们被迫 你现在一天吃几餐 有时候一餐有时候两餐 你还好吗 还可以顶啊 玻璃弹珠这种东西 其实都是我们童年的共同回忆 所以呢刚才 恶魔按钮 非常遗憾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内眉黄明志 欢迎大家收看 The Money Game 一起来 傻逼 有钱人呢 要借钱可以找银行 没有钱的人要借钱呢 只可以找阿龙 阿龙虽然好借 但是如果你还不出来的话 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加上马来西亚的经济越来越不好 要不是我们做了这个 The Money Game这个节目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原来这个社会 出了那么多问题 我们没有办法 把完全不仁 能做的就是透过The Money Game 让更多人看到他们 更重要的是 让大家看到问题 可以有一个借鉴 那今天两位来参加比赛的苦主呢 还不到25岁 就要面对巨大的生活压力 让我们来欢迎 来自嘎将的Louis 还有来自菊兰的阿汉 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Louis 24岁 家里有四个人 我妈 我哥 还有我妹 我排第二 做 Missionary Dention 修理机器的 算是技术人员啦 技术人员对 参加我们节目呢 通常都是有原因的 都是有苦衷的 生活上遇到瓶颈的 那可以告诉 我们的观众你遇到什么问题 被迫 还新家 也没有太多的钱 然后借了Credit Card 要还物质的钱 为什么要说被迫买新家呢 买新家是很happy的事情 讲他被迫买新家 本来是租物质 然后 物质要拿回家 所以我们被迫 要买新家 为什么不要去租另外一间家就好 租另外一间家 那价钱跟你供一间家 价钱也是差不多 然后买了之后才发现 还有很多东西要付钱 对不对 对 有没有后悔 没有后悔 至少是自己的家 你很小就出来做工了是吗 14岁就出来做工了 因为家庭的经济状况 OK 那自我介绍一下对 我叫阿汉 今年24 来自作后的 做一些职务的 收工一样的东西 额外的就是 在娃娃机 租了一小小个机器 做一点小小的生意来补 切一点吃饭钱 是有欠一些账啊 欠阿隆 有欠阿隆 还有其他的是 欠朋友的 然后一些是家里的 最近100钱 为什么到处欠钱 就是家里的 赌的 就家里有人赌博 自己的是跟朋友一起去合作啊 被骗的 又被骗 Supplyer已经把货给了人家 顾客进了钱他讲收到了 但是过后他又讲没有收到 totally是40多钱 我就跟我朋友一人一半 然后可是你朋友有出了那笔钱吗 就是我要先settle了 我的这一拍他还会继续喊那一把 可以讲是你的朋友跟Supplyer的串通 有这个可能吗 有人这样讲 但是我也没有证据 那你现在的状况是你欠了一大堆钱 那你现在一天吃几餐啊 有时候一餐有时候两餐 那整个脸清纯白这样你还好吧你 还ok 还可以顶啊 就想尽快还完欠下来的钱 过回一个脚踏实地的身后 步步通通就够了 其实有很多东西呢 我们小时候都有玩过 可是长大会有点生疏 他们两个人呢 在一个礼拜前接收到这样的任务 玻璃弹珠 参加者各有五颗弹珠 巴刹圈内的弹珠打出圈 记得分 一颗球珠得一分 三战两绳子 了解 可以 没有看过 也没有玩过 以前小时候书就有玩了 静静要打中 很容易打中 远的话就没有试过 那么刚才我才知道怎么玩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控制力度吧 手放低一点 冷静一点 看准目标 不想上下吧 我的对手 没有信心 加油 我可以的 我们是单亲家庭 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 急需像马来西亚这间家 所以我们有签下很多 credit card for这间家的头期 纸皮 律师费之类等等的 还有一些家里上的用品之类的 我特地在公司拿纸皮 做了一个模拟比赛的盒子 还找了一堆砂纸 我对这游戏还是摸不透 这上网找也没有什么对应的方法 就来吧 我可以用你的 现在工作的收入来源呢 早上的时候做full time 做园艺的 然后往上的时候 时间就做一点啦啦 move 剩下的时间就做娃娃机 就是都在还钱 一有钱就还 一有钱就还 没有这样多钱去cover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签 然后会找一些朋友啊 借钱啊 然后有些朋友的话 就会算点利息咯 拖太久了 也没有办法 我也是给他们算 现在的处境啦 目前没有办法cover回还债那种 在自己的宿舍一直在练习咯 跟我以前玩的玩法 像它太大 完全没有玩过 一直在试 什么方法比较准 我觉得就是蹲起来的话 会比较准 求你手下留情 玻璃弹珠这种东西啊 其实都是我们童年的共同回忆 有信心吗今天 可以 有信心啊 可是跟你们讲一个很残酷的事情 就是你们练的半时呢 可是今天有一个东西 会打破一些游戏规则 欢迎恶魔按钮 现在哦 你们两个人都有机会哦 如果你决定要按下去的话 这个难度呢 就会增加2-30% 它的难度 这个1万块就会扣2千 变8千块 应该说拿钱来换你的胜率 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恶魔 就好像你朋友这样 要不要按你们决定 你的决定呢 他是不知道的 你的决定他也是不知道的 在比赛的时候你们才会知道 两门回头见 把对手的玩法加难度 但是奖金会减多20% 感觉他比我还急 这次比赛 如果他按 我也没有办法怎样 那你该有想清楚了吗 想了 你有决定了 我决定了 不按 为什么 我觉得没有必要 我宁愿恐凭竞争 你就知道他不会按 如果他按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咯 但是给我的话我是不按 讲好听啦 是真的很善良 所以他才会一直给朋友骗你 你明白吗 你想想清楚了 有决定了吗 对啊有决定了 等一下我先问你哦 你觉得他有没有按 应该不会吧 为什么 感觉他很缺钱 缺钱就应该按啊 按给你10啊 要为自己负责啊 我是希望你可以保护你自己啦 来我们来倒数三秒 三 二 一 我觉得来到这边呢 就是奖金可以拿到完就拿到完 按了就来呗 有信心 所以我们要打Gooly 每个人手上呢有五个Gooly 然后中间这个圈里面会有五个 那你们要轮流把它打出去啊 丢的时候呢必须在1.5m外 所以打出去最多颗的那就是赢 所以先赢两局的就是获胜 讲到刚才的那个恶魔按钮呢 如果被按到的呢 往后再退三四公分 也就变成1.8m 所以呢刚才恶魔按钮 非常遗憾的 双方都没有人按 觉得没必要吧 有信心 Good luck OK 锦刀石部看谁先开始哦 石头 锦刀 布 他先开始 OK 来我们游戏正式开始 哦 锦刀石部看谁先现在目前还没有任何一颗Gooly被弹出去了 第四颗 一个 现在很危险啦 如果你没有中那个 你就输了 这盘 OK 慢慢来 来准备 OK 这一盘 由我们的阿翰Person 来 进入第二局 鼓励对抗赛 第二局 打到 开始进入状态 有没有 是有难度的 其实 是蛮难的 差一点点 还没有出去 要出去 离开线才算 来 第四颗 来 最后一个 你把他的打出去 这一局是零比零 平局 来 下一局 鼓励大对抗 第三局 1比0 紧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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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局 这一局 这一局 第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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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是平局 现在目前呢 是1比0 所以我们需要再加赛多一场 延长赛 再拉近50公分 这些只剩下一米的距离 第四局 你看马上就来了 没有跟你玩完的 直接给你射去外面的 开始危险了 第四 你还有机会 把握机会 你还有机会 有点遗憾 赢不了 小小紧张 我觉得对手表现得很好 现在胜负一分 在这边恭喜 来自巨轮的阿汉 赢得这个一万块 其实这阵子也是 过到已经是习惯了 对钱也是没有讲太大的欲望了 今天赢到比赛就让我 可以让这阵子的生活 至少好了很多 借我前的朋友 也跟你们讲声对不起 也拖了你们一些时间 我希望我可以尽快把那些账目 全部整理完 然后过一个普普通通 真真长长的一个普通生活就够了 生活就像差不多玩狗粒这样子啦 M准目标再做决定 不然的话像我这样 我的生活我可以讲是乱七八糟 那我是希望你可以拿钱去吃一个饭 健康一点 然后该还的人还 我觉得你会好起来的 善良的人我觉得会有三包 你要加油 听名字讲的去吃一顿好的 刚才我看到我自己的样子 真的很憔悴一下 那也感谢Louis的参与 谢谢 谢谢你的参与 Louis有什么话要讲吗 我会继续努力工作 找更多的钱 然后让生活变得更好 就像你当初十四岁 很勇敢出来社会工作的态度一样 一直闯下去啦 要加油好不好 就靠大家各自的努力 维护这个家 尤其你现在买了新家 要更努力 好不好 那下一集The Money Game 会有什么样的挑战呢 我们敬请期待 讲到流浪动物呢 其实容易被大家忽略 甚至还会被一些政府部门针对 那今天来参加比赛的两个朋友呢 算是跟我有一点点关联 我想知道现在你们现在一共欠了多少 我们欠了百多千 平均一个月 你可以赚到大概多少钱 十位数 那最低呢 五百一下 五百一下怎样才可以要生活 今天呢我们有一个特别来宾 三 二 一 我觉得我被他耍欸 不要录了 我真的想不到我 参赛者在座上进行香笔茶对决 四十十五 这家伙下很快 是 是